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指示国家安全局调查乌克兰所有公职人员,是否有清楚具有俄罗斯公民身份。 波罗申科12月16日在基辅的新闻发布会上说,我要求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局长,上乌克兰反间谍部门,调查这些公务员的情况指法和调查机构要把这项工作放在优先位置。 波罗申科补充说,根据调查结果,他将有理由对这些在额有亲属的公务人员实施制裁这不取决于我。 乌克兰总统说,波罗申科称,目前在乌克兰公务员队伍中,甚至是在乌克兰执法部门中,都有大量在克里米亚有亲属的人。 克斥海峡事件发生后,莫斯科与基辅之间的关系恶化,乌克兰在11月26日至12月26日期间实施为期一个月的戒严,并禁止年龄。 在16至60岁之间的俄罗斯男子进入乌克兰境内。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12月10日还签署了关于终止乌俄两国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条约效力的法案。 12月11日,乌克兰最高拉达决定。 12月11日,乌克兰最高拉达决定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